戶芯兩市成交額繼續突破萬億人民幣 有業界人士表示 感象徵居民財富正在大轉移 從房屋等不動產 不斷轉為股權 9月27日 A股戶指 深城指 創業版指數集體高開之後 走出分化格局 戶指受週期股普遍暴跌影響 表現低迷 半日收跌1.3% 而創業版指數雖然早盤一度表現強勁 盤中一度漲於2% 但受大小影響同樣出現快速回落 5後 戶芯兩市維持弱勢震盪的格局 對於今日股市表現 澎湃新聞引述國泰軍安的分析說 兩市成交量連續47個交易日 突破萬億規模 充沛的成交量 足夠支撐市場 在當前位置反覆震盪 市場在白酒和高位周期股之間 出現較為明顯的資金藤鑼跡象 短期需要關注消費板塊 是否能夠持續吸引資金流入 臨近11假期 消費股仍有可能借勢反彈 但是今日27日市場漲幅較大 不建議盲目追高 操作上建議適當控制好倉位 避免追漲撒跌 國姓政權認為 9月下旬以來 北上與融資出現明顯的背離 實際上反映了 內外資金對於風險定價的分歧 同時港股與A股走勢 也出現了分化 本質上是內外資金 對於地產信用風險、 政策走向理解不同等造成 如果您有所願意的 曾經在日期待 限定的作詞 如果您是否所謂 不信任何人 並且不信任何人 請到您的資金 解架